这个机器怪物为了偷一枚弹 结果连命都搭上了 就在刚刚 父亲为了引开飞船周围的机器怪物 启动了战车的电源 感应到电气波动的机器怪物们 挥舞着利爪疯狂地向着战车追去 利用这个空档 稻草人趁机潜入到了飞船内 片刻过后 稻草人就带着引擎走了出来 只不过万万没料到 被引走的机器怪物们只是他们将计救济而已 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抓住叛逃的稻草人 看来这群机器脑壳对孙子兵法研究得很透彻 机器首领对于叛徒深恶痛绝 此时稻草人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他转头望向母亲藏身的地方 随后他毫无畏惧地看向机器首领 看到还如此硬气的稻草人 首领恼羞成怒 一把按住稻草人的脑袋 从手掌中伸出一根尖刺 狠狠扎进稻草人的头颅中 将他的记忆数据全部输入了自己的系统内 看到这一幕 让母亲非常愧疚 整部剧中就属稻草人最为悲惨 落到地球被人类抓捕折磨了多年 如今却又为了人类背叛了自己的种族 从而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小岛这边已经收拾好物资 由格兰驾驶飞船离开这颗星球 刚来到太空就遭遇到了无数的陨石群 作为二十年前的老司机 格兰的驾驶技术不在话下 陨石群就像是他的表演舞台 飞船在其中不断地穿梭 简直就如无人之境 飞船很快就脱离了这片危险区域 这下孩子们终于可以回到新家园阿尔法星了 就在准备启动引擎时 机器人却出现了突发状况 只见他腹部突然亮起了蓝光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此时机器首领正将力爪刺入稻草人的脑袋中 强行控制他与机器人建立了连接 只见机器人如提线木偶般被远程操控 打开了小宝所在星系的分布图 似乎在寻找什么 在机器首领的操控下 地图迅速放大 画面直接来到了父母所在的那片星系 随着机器人的挥动 画面再次移动 在简易太空站的不远处赫然是一艘外星飞船 此时机器人努力地摆脱操控 向小宝发出了警告 众人这才意识到 这是机器首领在威胁他们 如果小宝不回来 就会拿他们的父母下手 而稻草人也没了利用价值 直接就被拧断了脖子